哈喽,我是蛋糕师小咸咸 今天天气超级好 而且又有机会录丢鸡蛋了 果然阳光充足的情况下 录视频就很清晰 而且心情也很好 但是前两天我们这儿还下了大暴雨 只是时间很短 估计就几分钟吧 但是雨量特别大 我又下猫烟了 这两天我对象又给我起了一个新外号 叫黄子 当时他叫我这个外号的时候 我一脸问号 最近追的剧是长相思 我对象打游戏的时候 他扭头就能看到我的电脑屏幕 看到杨子的时候 他就问这个女的是谁 然后我说是杨子 我对象就说她的脸好圆 然后我说虽然脸圆 但是人家很瘦的好不好 因为我的脸直胖了也是圆的 我之前是瓜子脸 现在是鹅蛋脸 所以我对远连这个词 一直都不太友好 人嘛 一直都是喜欢自己没有的东西 所以我更喜欢清冷一点的脸型 对于自己拥有的这种 大眼睛小圆脸 并不表示有多可爱 我对象就抓住了我这个心思 然后他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叫做黄子 因为我姓黄 我还不明白黄子是什么意思 搞了半天意思就是黄圆脸的意思 他是懂怎么扎心的 I just wish for one night I could hold you closer than I thought I might I just wish for one light You'd see my heart inside I can hold youカ combos with you I could hold you I could hold you I wish you for the way I do the way I do scarf the way I do creep through long you standard ide the way I do 再擦一些花就完成了 七七的那一天晚上我俩也出来吃饭了 小城市不像大城市那样 饭店都是爆满的 所以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 好久没吃烧烤了 今天晚上就去烧烤 主要是去烧烤的这一条路上 能看到很多漂亮小姐姐 而且这一路看来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凡是打扮的很精致的女生 身边一般都没有男朋友 或者身边都是一群打扮很精致的女生 反而那些情侣出街的女生 打扮得就很日常 吃完饭我俩又来家楼下散步了 今天的夕阳真的是好应景 浪漫氛围鸿托得足足的 干嘛 为什么顿角不对 我手续黑的 你看假玩呗 我上不了前面 那我手还白胖白胖的 就你的手好看 我就会刚才说 你做着什么 给你松量 但我准备孟旁是 我跟着你 那我都会心理你 是什么 我 bapt硅 你